今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不用我多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任天堂今天也是发布了7.0的系统新版本 这个主要内容就是更新了中文的系统 这个中文系统更新完以后 整个人都舒爽了许多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排 除了任天堂 eShop商店的英文以外 其他都变成了中文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打开这个设置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设置的界面 也全部都变成中文了 反正就是舒服就完事了 你要硬说这更新中文有什么意义 可能有的人说 你这个系统中文有卵用 这个游戏有的我喜欢玩的 现在还是没有中文补丁 有的人可能觉得除了玩王者荣耀 我又多了一个MySwitch的理由 可能还有的人觉得 今年回家过年 我终于可以把Switch拿正了 这都是一些原因 反正我们不讨论那么些意义 与我而言 对我而说 这次更新中文就一点 我看着就是爽 这个中文界面看着舒服 这当然是理所当然 对吧 还有一点 这个值得一提的是 US键盘里我们也加入了中文的输入法 当然这个中文输入法细节来说 没法改我们的这个人物的名称 账号的名称 但是呢 它是可以在这个eShop里 通过这个中文的方式来搜索游戏 这就无疑释放出一个信号 也是之前他有提到过的 就是这个港府商店的一个完整性的架设 这个完整性的架设 在我目前看来 一点呢 是我们以后肯定是可以通过中文 在港府里搜索游戏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买游戏方面 这一点非常关键 之前我也是做过那个 教你如何买游戏那种视频 比如说用那个储蓄卡来绑定PayPal 这些小的一些小知识 现在这些东西估计在未来 都是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本地化的支付方式 就是我们国内那两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 通过这些支付方式 我们就可以来快速的买游戏 这也是一个可期的未来吧 当然它不一定能成型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 反正呢 更新的中文肯定是百利而无一害 这个是非常显然的一点 那我们也是可以对着天空大声喊出 今天我们不玩游戏 我们来玩系统 这种论调 好的 那我们也是 毕竟中文的这个视频 我也再说太多也没什么用 对吧 就这点东西 更多也是希望大家能自己去更新一波 来感受一下 看一眼 舒爽一下 也就完事了 好的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结束了 祝大家 今天心情愉快 顺便给我视频点个顶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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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